接下來要怎樣畫出統計的圖表 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直接在游標停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利用上方有一個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個時候它會幫我把範圍選起來 不過特別注意它目前選取的範圍其實看起來似乎是有錯誤的 因為上面這兩列其實是說明列 那它變成說它有時候會抓會抓錯誤 比如說你裡面可能有一些像這個說明那怎麼辦 你又把它重選一下 像這個範圍如果錯了上面第一列到第二列不要的話 那建議是把優標先放在A3 然後我習慣的是Ctrl-Shift向右向下 Ctrl-Shift按住向右再向下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重選了 當然你沒有Ctrl-Shift向右向下 你也可以用滑鼠選 只是用滑鼠選很容易選過頭 然後如果資料量很多的時候你要跑很久 終於才找到 那如果Ctrl-Shift向右向下的話 那基本上可以快速的把整個範圍 確定的選完成 不用 就滑鼠就是剛剛講的問題 超過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就幫我把什麼呢 我們目前的欄位上面有的就幫你把它放到清單裡面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分析什麼 如果沒有那一欄的話 所以你也沒辦法去做分析 那我要怎麼樣去統計每個年次的數量 那這個地方的話當然我可以把那個年次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表籤 OK 然後呢 再把年次 再拖拉到值 那因為年次的話呢 它裡面呢 是一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拖拉到值 假如說呢 是一個數字的話 它會直接幫你做加總 特別是拖拉 因為這邊畫面可能比較小 是記得喔 這個年次拉到列表籤 再把年次拖拉到值 OK 這兩個動作做完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因為年次裡面放的是數字 所以呢 我們其實不是要數字的加總 我幫你70年次加70年次加 那加起來數字當然很大 所以呢 我們需要是什麼 算幾個 有沒有 算幾個人 所以呢 這個時候請特別注意喔 請你再把那個 加總 年次的這個 旁邊有個箭頭有沒有 在這邊 右下角這邊喔 你可以找一下 右下角這邊 這個有個箭頭 點一下 裡面的話會跳出一個清單 叫值的欄位設定 你就把那個 這個清單裡面的值的欄位設定 點一下 那記得喔 把那個加總改成什麼 改成 項目個數 項目個數的話是 幫我做什麼 幫我做count 有點像count if 如果你們用過那個 函數叫count if 其實到底是一模一樣的 那上面加總是sumif 如果是幾年次就幫我加 那當然你會讓我們是要怎麼 幫我把那個幾年次的人算幾個 而不是算加總 OK喔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要幫你列出清單 表示說呢 58年次一個 59年次一個 60年次一個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幫你把它列出來 不過呢 你會發現喔 他現在是每一個年次的一個 這個總計 幾個人 但是這個跟我們要的結果 好像還是有個落差 而且我希望統計的是什麼 比如說五年級生 六年級 七年級生 那我還需要什麼 把那個五字頭的 50到59 變成一個群組 60到69 70到79 有沒有 每十年一個 一個群組的話 那最後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你就再把什麼 最後做完的結果 請你再按右鍵 在哪邊按右鍵喔 在A5的上方按右鍵 A5喔 或者是A6都可以啦 A5以下的地方按右鍵 那你可以看到 有個叫什麼 有個叫群組的功能 那群組的話呢 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開始的數字跟結束數字 我自來定義 因為我希望50年次到59嘛 然後最後應該是70到79 所以開頭應該說 50嘛 對 50 然後結束的話應該說 79 然後間距多少呢 59 50到59 10個人嘛 10個年次嘛 所以這邊的話 就間距為10 好 50到79 間距為10 OK 按確定 看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就是50到59 60到69 70到79的結果了 OK 但是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如果你剛剛少做一個動作 前面喔 那個沒有加Value的話 如果你沒有加Value喔 把它怎麼樣 轉換成數字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做出群組的結果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們如果像之前也有同學 漏掉那個 轉成 數字這個動作 我要一轉 發現 錯誤了 原因是什麼 因為呢 你沒有把它轉成數字 OK 這一點應該可以了解吧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呢 如果我要把它畫一個圖 畫個圖 也很簡單 你就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表做出來的話 這個報表做出來的話 那我們如果要在旁邊再加一個簡單的圖 這個簡單的圖喔 基本上就是喔 幫我做出那個 十條圖喔 最簡單的 數量就可以吧 告訴我數量 那怎麼做呢 其實喔 你可以再點選什麼 點選 樞紐分析表工具 的 看是選項喔 不過你們如果版本不一樣的話 要那個上 版本位置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它的名稱可能不太一樣 也許叫什麼 設計吧 還是什麼 不同版本 那一定會有一個叫 樞紐分析圖的東西 所以 所以 你就把樞紐分析圖 假設我要把這個 畫出這個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 怎樣 可以直接點選 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用什麼樣的圖呢 H最簡單 直條圖 按確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就自動幫我產生一個 直條圖了 然後 直條圖 旁邊會多一個這個 要不要篩選 我把它先關掉一下 這個先不要篩選 好 那這個大小的話呢 就可以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那另外的話呢 上面 標題名稱的話 把它改一下 而且我這邊叫 五到七年級生 會員 分析圖 因為它預設 名稱叫 合計 這個不對 所以把它改一下 這個改一下 五到七年級 會員 好了 會員 分析圖 那上面的這個標題名稱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改 那顏色啦 或者是說大小 你也可以再切到常用 你可以改個紅色字啦 改個字 看要不要放大縮小 18大概差不多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上方就多一個標題 再來的話呢 右邊這個圖例 這個圖例的話 如果想 這個 假設這個圖例 放在這邊其實有點礙眼 好像你如果不要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選取它按Delete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基本我們就 大功告成了 OK 如果只是一個做很簡單的數量 你跟老闆說 你幫我統計一下 你馬上可以看出 哪個數量多 哪個數量少 的這個結果出來了 一個表 一個圖 然後視訊號的結果 那我們就可以 做出我們要的 OK 那當然呢 未來 甚至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因為我只是要統計的 不是數量 我是要佔比多少 佔比喔 就是 假設Total是100 那每個人各佔多少比 那最好是用什麼 用圓形圖嘛 對 那如果你要改成圓形圖 都很簡單 你就在這個圖上按右鍵 它會馬上出現 一個叫變更圖表類型 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的 把那個圖表類型變更一下 然後馬上變成圓形圖 那如果圓形圖 花俏一點的 你可以用什麼 立體圖 我們先不要花俏 我們先用平面的就可以了 按確定 它也會幫我把什麼 把那個 把這個這個 直條圖 就變成圓形圖 但是這個圓形圖 有幾個缺點 第一個 上面 沒有任何標籤 有沒有 這什麼意思 誰多誰少 看不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通常 如果你用圓形圖的話 通常呢 還會配合一個什麼 配合一個就是 把這個圓形圖上面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所謂的資料標籤 OK 那怎麼樣 增加資料標籤 在哪個地方呢 在我們的上方這邊有 這個 這個叫資料標籤的選項 有沒有 不過我特別注意 你們我2007的版本 那個資料標籤的位置 是在這個所謂的版面配置 但如果你是2010以後的版本 好像它是放在那個 中間那個選項上 設計還是什麼 那旁邊 它位置好像改到這邊來了 那你點它下來 一樣會看到一個叫資料標籤的 反正你就找一下 叫資料標籤 那只要把資料標籤 選擇什麼呢 選擇叫什麼 你要放那個資料標籤 一般習慣是放中點外側 什麼叫中點外側 就是那個圓形圖的外面 幫我放一下 那個我要的那個標籤 上面你會不會顯示 就是數量 可是你想說 可是數量之外 我還想要顯示什麼 顯示那個百分比好了 或者是顯示什麼 顯示到底幾年級生的訊息上去的話 你還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直接在這個資料標籤上面按右鍵 找到有一個功能叫做資料標籤格式就可以了 主要是這個 這個功能呢 你就可以點選之後 你的右邊就會多一個面板 你就可以做進一步的設定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按右鍵資料標籤格式 好 版本不同 所以 如果你今天是2010以後的版本 它會有一個面板 放在 右邊 OK 那如果是2007的話 它是跳這個 不過裡面內容應該是一樣的 那個裡面一定會有什麼 標籤的選項 它預設是值 只要把值改成什麼呢 改成兩個 一個叫百分比 有沒有 一個叫做 類別名稱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 類別名稱 會秀出來 上面好像會有點遮到 OK 沒關係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可以把這個值改成百分比 值打勾取消好了 不然的話 它變多一個 就是把 原來的值打勾取消 然後呢 留下百分比跟類別名稱 然後按關閉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上面就出現了 我們要的一個原型圖 70到79 是百分之 57 然後再來 就60到69 是41 再來是 59到 50到59 是2% 那當然呢 最後甚至喔 你還可以把它分裂出來 比如說哪一個部分你要凸顯 你希望說 把最多那一塊 讓它往外拉一點點 甚至喔 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圓形圖一下 如果你要把那個凸顯的東西 拉出來的話 你第一個呢 一定要先點一下這個圖一下 再把你要拉出來那一塊 再點一下 等於是點兩下 一個是選全部 一個是選那一塊 這個時候你可以再往外拉 它就分裂出來了 有沒有 OK 其實還滿方便的 有沒有 馬上就知道說 一看就知道了 原來我的會員裡面 佔比最大的就是這一塊 當然其他還有什麼 除了年齡啦 性別啦 還有住的地方嘛 還有等等的 反正你就可以馬上分析說 你所有的會員裡面 原來你主力是在哪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你的那個這個市場區隔 可能是在哪個區塊 還有呢 今年跟去年跟明年 每一年的比較 看哪一個區間 哪個地方有成長 哪個地方有衰退 哪個地方還可以再努力等等的 那馬上就可以有個 很顯而易見的這個圖 馬上可以顯示出來 一看就知道 就真的 這個沒有人看不懂了吧 OK 但是如果你看 讓他看原始資料的話 說真的啊 這個原始資料 你丟給人家 人家怎麼看得懂啊 OK 你分析一下哪個多哪個少 怎麼看得出來啊 OK 你的腦袋又不是電腦 OK 所以其實最後 大部分人還是希望 能夠做出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簡單的圖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第一步 我們是利用剛剛講的 把它做樞紐分析表 我重點回顧一下 一 你就先什麼 插入那個 這個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範圍錯的話 記得 油要放在A3 然後Ctrl-Shift 向右 向下 那個快速線一定要記啦 如果你不會記這個 真的很多事情是很麻煩的 OK OK 所以請教老師 如果中間有斷列 不管哪一個color它是斷列的話 那下半斷列 那當然不行 因為這個它主要 會選的是範圍 範圍意思說連續的 如果是它不連續 那就不OK了 所以它只寫上斷 下半斷就選到 斷列下斷 只要是有斷 中間有插連續的斷列的話 或者是斷掉的欄 它就卡住了 它就不會出來 它就不會選到了 OK 所以只要有一個地方 中間有空的 那就會出錯了 不過理論上 盡量還是不要有一些空的 因為那畢竟不是正規的 所以有的時候使用的e-sail 盡量還是符合正規化的方式 比較不會出錯 你不要弄一個怪怪的東西 你丟給它 它就跑不動 為什麼因為它看不懂 按確定的時候的話 其他的話就是什麼 拖拉年次到列標籤 拖拉到值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項目個數 然後並且按右鍵把它做群組 群組的話就是50到70 每10個一個區間 再利用書能分析圖 畫一個圓形圖出來 或者是畫直條圖也可以 比如說圓形圖 圓形圖的話 畫出來之後呢 我大概改幾個地方 上面的標題改一下 圖例假如不要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記得那個資料標籤的位置 因為版本部 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我這邊是放在版面 配置裡面的資料標籤 但你們可能不同版本 好像會是在什麼 設計的什麼 新增 好像也是左上條這個地方 你們稍微找一下 然後叫做資料標籤 然後我重點外側 在右鍵 右鍵的話資料標籤格式 點一下 然後把值打勾取消 內別名稱跟百分比打勾 這樣就OK了 並且呢 如果你要把最大這一塊 拉出來 就點一下 選整個 再點這一塊 點兩下 往外拉 這樣就OK了 就分裂出來 OK 應該會更難的 但是效果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OK 所以照著那個固定的流程 你可以畫出很多你需要的這個圖表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所以這個是第一步 那裡面的話是層層都有關係的 尤其是前面喔 那個函數裡面 Test函數跟那個Value函數 尤其是Value函數 如果你Value函數不會的話 這一題是做不出來的 OK 還有 不會Test函數 這一題也是做不出來的 除非你要土法令剛化 那當然沒辦法講 可是問題你要做多久啊 你的會員如果 你會員數量如果多的話 那真的是下方還做不出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個範例的話 我們大概就先到這邊Ending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那個下一個範例 叫 公有零售市場的行情 找出那個輕充價格最便宜的排序 然後並且幫我做一些篩選 然後最後一樣畫出 對應的那個樞紐分析報表 跟視覺化的圖結果 OK 視覺化的圖案